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心动四 小孔专访 直接表明他对马子嘉的感情是真的 说以后碰到真爱 我会更加勇敢 明星们录制节目都会因为自己的言行 遭到众人的嘲讽和吐槽 更不用说毫无演技和人设的素人了 近日 心动的信号四在临近收官的时候 网友对于女四的画风就转变了很多 从刚开始看到女四时 很多人都夸赞他长得好看 也是女大学生中的颜值天花板 来到心动四能拉升信号小屋的颜值 可这一切美好的祝愿 都跟随小孔跟马子嘉的结合而改变了 原先马子嘉一直对洪澄澄嗜好 与小孔也在有意地保持距离 可小孔一点都没有主动退出 反而越挫越勇 变得比之前更加主动了 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 最终撬了橙子的墙根 如愿跟马董在一起了 自此之后就有人说小孔是绿茶 做事太自私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更有人指出他在录制心动的信号4前夕 竟然刚跟男友分手不多时 这些事情累计起来 让小孔遭受了莫须有的网报 心动4还没采用超前点拨大结局的时候 小孔并没有解释网上的争议 不知道是与马子嘉在一起了 人变得膨胀了不少 还是怎么回事 节目刚结束 他就站出来辟谣前任的话题 只见小孔很明确地说道 自己跟前男友是在2020年5月分手的 这些在社交平台以及豆瓣都有过澄清 只是录制节目期间不方便回应罢了 而且现在小孔的前任是一名军人 对方特意打过招呼 不让小孔在节目中牵扯人家的隐私 更不能在网上谈论 出于这些方面 他就威胁网友 最好别删除那些质疑他的帖子 P的照片以及对他造谣的各种话 也千万不要删除 好给他保留好证据 等待起诉的时候 好截图找源头 本来一直觉得 孔汝纯跟马子嘉的事情 是两情相悦 这谁也管不着 可他只不过是恋爱了 为什么就变得如此猴狠了呢 威胁网友被删除动态 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 马子嘉面对被谩骂的评论时 拼了命地再删除动态 小孔就不想让人家删除 这一对情侣真的是太会作了 丝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 被网报也是迟早的事情 就是论事 孔汝纯解释自己的过往 是很正常的行为 可没有人像他似的 用语言来威胁别人 这种做法 真的是情商不高的人 才会做出来 何况大家去网报他 不单纯是觉得他谈了恋爱 更多的是他在心动四中 与罗岳嘉搞小团体 大家抱团取暖的欺负红橙橙 明眼人就能看得出来 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到 马子嘉在红橙橙与孔汝纯中 选择后者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好希望有一天 他认清了孔汝纯的为人后 就会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 有句话说的好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不是孔汝纯自己做错了事情 别人也不会说啥 各位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凡事都要从自身找原因 不要总是去说别人 今年的心动的信号四应该是最下头的一期 倒不是嘉宾有什么问题 而是粉丝跟疯了一样磕CP 带动观众不满的情绪 导致嘉宾频繁被网爆 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喜欢的CP被骂 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骂别人的CP就对吗 马子嘉在选择过程中 确实有些地方不体面 但希望大家不要牵连到女生 我们一直说girls help girls 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已经逐渐被曲解 甚至变得有些讽刺 回头看看那些骂人的 大部分不还是女生吗 请问大家帮到谁了 橙子不需要大家的帮忙 因为她自己说了 也没有感觉有多委屈 其实都是我们过度解读了 小孔和橙子虽然是情敌 但他们都很看得开 互动少只是因为尴尬罢了 CP粉因为不喜欢小孔 联系到了婚纱宣传的公司 要求对方抵制这对艺人 原本是帮婚纱店做宣传 对方也确实蹭了一把热度 结果没搞清楚情况 就删文道歉 婚纱店给女四扣了 品行不端的帽子 后来误会解释清楚 品牌方再次发文道歉 这次他们的道歉很委婉 说他们是用词奇异 导致了观众的误解 甚至没有点名道姓 不得不说这家公司的危机公关 做得实在有些不到位 前有盲目从重指责 后有逃避责任的道歉 彻底让品牌形象一落千差 人家给你宣传 反过来还要被责怪 谢对方要求他拍摄 但对于他们未经本人允许 就被网友带节奏的情况 还是要求对方发文澄清 而且在澄清时 必须要带上他的名字 他需要一个道歉 直到现在为止 这件事都没有解决 在品牌方最后一次道歉声明下 还是各种诋毁他的声音 说他品行不正 还说品牌方的做法是正能量 大家会一直支持 粉丝的疯狂和执拗 突然让人想到了饭圈文化 他们是素人不是艺人 无法控制舆论的走向 也没办法去买水军 所以在遇到这种情况时 只能自己尽力去澄清 可能大家觉得只有诋毁小孔 就是帮了承子 但从实施情况来讲 真的有可能吗 大家这样做 只会让人觉得喜欢承子的人 都是一群疯子 甚至给承子招黑 承子是个好姑娘 对于那些诋毁他的人 我们也会觉得愤怒 恨不得缝上他的嘴 可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 不还是因为观众的互私吗 说的难听点 他们选择谁跟观众 有几毛钱关系 自从言论可以公开后 大众就拿着网络当武器 肆意网爆他人 给本尊和相关人员 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如果不加强整治 这网络就成为犯罪的高发地 别以为这里就没法律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